慈悲法语 如果有疑惑 我们照着疑惑举作 那就是一种突击落 一 犯罪正是因为 尽管疑惑却仍然行事 我们认为时间是下午 事时那时并不是 吃的行动 在它本身并没有错 但这里确实过失 因为我们大意且疏忽 二 如果时间真的是下午 但我们认为不是 那就是更重的 波异体罪了 倘若我们怀着疑惑心事 不管这动作错与否 我们仍然犯罪 如果这行为在它本身没有错 那是教宗的罪 那是教宗的罪 如果有错 便是教宗的罪 因此 这律能带来很大的困扰 经典 经典 经典告诉我们 要用每一条戒 审视我们自己 同时要完全严格地 使好它们 我们必须知道 所有的戒条 并且完全地遵守它们 但我们若只知道死守原文 那么就只能照着这种方式去做 有些老师以这种方法教导 严格遵守教本所说 然而 这是行不同的 事实上 如果我们这样研究理论 修行将不会正常 甚至连信心都会丧失 对正道的信念也会破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都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了解戒律之故 实际上 要完全了解律法 实际上 要完全了解律法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有些事 因为有些事 无论我们知道与否 仍然违反 这是很难处理的 它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到终极真理 并不需要借由力气的忏悔 如果我们见到我们的心是亲近的 而且毫无违惑 那么违反当下就解除了 8. 安忍菩提 安忍的意义 起初师长教导我们放下 当我们无法放下时 师长也会教导许多方法 他会说 我们要忍耐 通常人们能聪明地 查知什么是放下 可是一旦面对障碍时 他们却无法放下 耐心的人 耐心的人 可以说是一种教导的核心 以真挚生活并不容易 但无论是谁 只要努力地追求道果 并且心向灭牌 将能坚持和忍耐 人知足与安于淡薄 吃得少 睡得少 说得少 以忠道而活 如此一来 我们才能与世俗了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 在我们的修行中 你必须忠于自己这个生命 这种修行并非义事 他必须担负邪同物 这种修行并非义事 特别是前一两年里 未恨苦 不幸运人 你必须忠於自己彷勇 我必须忠于自己的生命 我必须忠于自己的生活 苦有两种 一种是会导致更多苦的苦 另一种是会导致苦熄灭的苦 如果你不愿意去面对第二种苦的话 你就必须继续经验第一种苦 假使你修洗法 你必须以心理进法 不能够让法来随顺你 当你以这种方法修行时 痛苦便会生气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些痛苦 就这样 当你一开始你的修行 痛苦早就在那儿了 在禅座时 如果你想改变之事 在改变之前 将痛苦忍耐到最极限吧 痛苦忍耐到最大极限时 还要再忍耐 不管有多痛 就是持续下去 如果痛苦忍耐到无法在心里继续持练 不得好时 就把痛当作是你觉醒的对象 痛痛痛痛痛 让痛苦忍耐到最后 替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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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 佛陀说 痛苦是自己生起的 也会自己消失 就让痛苦死去吧 别停止忍耐 但那是逐渐而来的 不要太强迫自己 修行真的 必须依靠稳定与能耐 一 有些人刚开始修缠 便期望心能马上安定下来 但是动乱的习气种子依然还在 因此行者得忍受他们成熟的过渡期 二 当这样的挫折出现时很重要 此时 我们会想摆脱戒的限制 以为这样就不会有压抑与干扰 我们可以随意吃饭睡觉 可以想说就说 也可以自由地走动 随着内心的冲动形式 认为这样很快乐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 这种修行需要耐力 有些人修行时 不愿被任何事打扰 然而 我们必须试着通过 搅动自身 去寻求终止搅动 因此 如果有搅动 在你的修行中 那就对了 如果没有 那是错的 你只是随心所欲的 吃和睡 本法语节目 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 继续踊跃 护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名 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一月供修行程 日期 周二 一月七号 二十一 晚上七点十五分 礼拜八十八佛 红明宝钗 点灯 祭药供 一月十四号 晚上七点十五分 恭送药师经 点灯 祭药供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周三 一月八号 十五 晚上七点 八十八佛 大礼拜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领众 敬请自备手套及毛巾 女众物穿着裙子 周四 一月二号 九号 十六 下午两点 恭送地藏经 即位四十九天内 往生者普佛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周六 一月十八 下午一点 心经除账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领众 地点 台北生命道场 地址 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二楼 连着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生命电视台 要换频道了 我们换在MOD 中华电信703台 请各位菩萨 继续支持生命电视台 记得要看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Zadiyyashv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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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diyashv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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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拜了 那台公務管理員也不會拜了 但是現在年輕人就拼大拜了 拼大拜 拼大拜整個放在公務那裡 縮縮的錢這樣都沒事了 不是沒事 事情就大了 這台老祖先都放那些風格 在那裡 沿著那裡 很可能 所以 我們學會的人 我們不用扣別人 我們自己去打拼 但是你如果要成功 驚孫對你沒有優惠 你也沒辦法成功 要有助言 要一直助言 不管你生天紀錄世界 他有助言一定給你 一直說得給你 一直增上 所以各位你 生生生生生 一定跟人家結合言 我這次人敢結合言 我死去有10個人 在給我回鄉 這樣還要10個人說得 人生生生生生 所以我們為什麼 一直要回向 長老法師大寶法師 讓他快一點成佛 讓他的力量更大 就像各位在佛師一樣 佛師真有師父 那個師父 帶我們再做更大的 講得這意思 一定要一直這樣 金字塔原理 所以 一直去 回向祖先 回向七世佛廟 所以我們每一場法會 要各位 將各位的祖先拜會 都帶來 這個意思 一直去回向 不是回向 只是他而已 祖先旁邊也有 完成這組 他回去也有什麼 性墮胎 跟他有關係 他一直去回向 也一直去結合言 如果沒有回向 他就來討 這還算不錯 做夢給你吃飯 這簡單 有的真的給你打拼了 他很困難 他還沒困難 只要給你討飯 所以 佛經裡面也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 技術翁生 他可以做天人 已經算是天人了 但是他在地上都不能吃 天人多可能 他如果要吃東西 人家在地上吃甘露 他就要來人間 去賣的手指吃了 所以 雖然是天人 但是他沒有那個福祖 因為他在地上沒有在保持這個 沒有在保持事實給獎神 雖然他有保持錢 做這個公帝 他沒有保持事物 所以他就吃不去 這個世界是公平的 所以說 保持誰的人有殺情 保持錢也有錢 這個意思 所以 盡量做公帝 那是我們以前說 修儲 修儲給祖神 這也是一種 但是這樣福祖不夠 修儲是說 關上的那十五分那幾 這樣福祖不夠 所以福祖在叫我們說 不用特別佩祖神的意思是說 利用祖神的名字去放岩口 放蒙山 還騎他的牌位 他的 他怕你做什麼 做齋祖 怕你整個蒙山水路 是這個祖神叫做騎大排 做公帝 這樣福祖很大 所以這就是 就像共佩祖神的意思 所以水流發肥就是 共佩祖神下西奉行點 上面都做 叫水路功德主 都是用翁仙家的名字去做 所以你看 我們做這個也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 你的老母子去吃飯吃了 你最近 建篇發肥就煮大排飯來 送米來 然後用你老母的名字 回鄉 那一日更快的是什麼 那種這個飯菜 直接拿去共佣祖父 那邊有傳山壇大街 有去打災 打災 用翁仙的老母的名字去打災 那這次祈願法會 好幾萬人出家的人 各位就去打災 啊 共佩啊 這個意思 我把這兒もう一台 真的嗎 あの教育 你到底會有什麼啊 好幾萬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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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